新闻继续 足球从娃娃抓起 那么就在今天一场由幼儿园的孩子们组成的足球比赛在槟城上演了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由哈尔滨市足球协会主办 齐酒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 哈尔滨市银泰城群力杯少儿足球争霸赛决赛的比赛现场 由核心幼儿园二队对阵大风车幼儿园一队 如果说小组赛只是各自队伍的小事牛刀 那本场决赛真可以说是孩子们的巅峰对决了 看看比赛中的小运动员们 带球 抢球 射门这些动作一气呵成 真有几分专业足球运动员的范儿 上半场比赛在1比2落后于对手的情况下 核心幼儿园二队的小队员们逆境中不减斗志 顽强拼搏 在全队的默契配合下 由一号队员向子宝制胜一击锁定胜局 最终以6比4赢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 赛后赛事主办方还分别为最佳阵容 最佳射手与最有价值球员颁奖 以此鼓励这些小运动员们 在足球运动上的兴趣爱好 孩子们也在比赛中收获了快乐 学会了团结 遇事知难而尽永不气馁 非常重视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的教育 平日里我们经常给孩子们提供 一些能够有助于孩子身心发展的体育运动 比如说足球 然后让孩子们能够自我体验和感受 可以让孩子从最简单的运动中 体验出最原本的快乐 那么通过足球 他们身体素质协调性可以得到系统的提升 同时足球也是像团队运动 那么通过我们的足球训练 宝贝可以在团队运动中得到一些启发 明白团队重要性 明白了自己的团队中应该有的位置 这是我们从事幼儿园足球教育的一个本质和初衷 邻居里记者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